位于新北市丹水区西明街上的 真理大学校门口旁的人行道设施 短短580公尺就有数十只的电线杆 立在实体的人行道上 阻碍行人的通行 为此在地里长也向立委来澄清 并且办理了会刊 邀及台电等相关单位 前来讨论地下化的可行性 行人走在人行道上可是在正常不过 但走着走着却频频碰上了电线杆 还得左闪右闪向是在打躲避球 这里是位于新北市丹水区西明街上 真理大学校门口旁边的人行道设施 短短580公尺就有数十只的电线杆 立在实体人行道上阻碍行人通过 为此在地里长也向立委来澄清 并且办理会刊 邀及台电等相关单位 前来讨论地下化的可行性 我们在真理大学前面的 新明街580公尺 但是有多达十多处的这个电线杆 那实在是影响到人行的交通 并且也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而过去里长反应了十多年 都一直没有解决 今天我们特别请台电以及市府 大家共同来协商 立委表示过去里长为了这电杆问题 反应了十多年都无法解决 因此也要求台电公司来进行电杆地下化 而这些电线杆灵力不只是对于景观有影响之外 更重要的是因为挡住了行人 让步行空间因此受限 对此里长也说过去这电杆不只是阻挡通行 还常常因为一旁的树木卡到或者是倒下 压断了电线造成停电 困扰相当多 我们今天再请洪梦凯委员来协助我们 然后把新民街的这个电线电缆地下化 然后才可以造成说不要电线这么紊乱 然后民众也会觉得不安全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把这个街道用一个干净整洁的地方 刚结论主要就是要要求电线杆地下化 并且台电跟市府各出一半的经费 预计总工程经费约1500万左右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地下化 能够让生活的品质更好 而且让天际线能够更加的顺畅 在现场会看之后 确认台电将正式办理设计及评估改善 总工程经费在1500万元左右 立委表示这一次邀请台电及用地所处单位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新北财政局、公务局、淡水区公所 一起来商讨解决方案找出共识来解决问题 期盼在未来能够真正的把这500多公尺的电线杆地下化 还给行人安全的通行环境 记者许多安音淡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